你看历史上 凡是被领导重用 有时候都死得很难看 你看刘邦 杀韩信 对不对 雍正杀年跟姚 这都很残忍的事情 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些 那工程老师被杀了 还不如不要当工程算了 因此我们说 在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你随时随地要调整你的定位 老实说一个人在基层 你还不止以说会被大老板杀掉你 他还不止以 可是也不一定的 你管的是什么 管的是秘方的时候 他们你会讲秘方不可能轮到我管 秘方不是他女儿管 就是他太太管 就是谁管 一定是他们的人管 但是有时候 这个老板什么任都没有的时候 他悬伤你那你管 那你就惨了 你随时有被追杀的这个机会 那你自己要去定位 你看 只要人家知道你手上有秘方 那你惨了 各种引诱 各种贿赂 各种威胁 各种恐吓 都来了啦 大家听到这里一定觉得 哎 这中国人啊 太辛苦了 因为有太多人跟我讲这种话 我一句话就解决了 做人 就是要耐烦 你看我们说 你活得不耐烦啊 你准备要死了吗 你连烦都不耐烦啊 你活得干什么 你不要活嘛 这还是观念问题 一个人有机会卖烦 有机会吃苦 应该觉得很难得 很可贵 很珍惜 这算是正确的观念 如果觉得 哎呀 怎么那么烦呢 怎么那么辛苦呢 人家那么辛苦 这么轻松 我怎么那么 命不好啊 很多人就说这样 命不好啊 那这个人就完了 没有什么戏场 我现在说 我怕你 我的天主 不耐烦 我以前